跟王宝强离婚之后,盛传马荣分到半亿身家 早前见到他又坐豪车又晒百万名表,人钱绝对风光 不过由于人设已经帮他,所以马荣索性转行成为网红 虽然几乎清空了微博,但是他在抖音跟小红书等带货能力强大的平台就持续活跃 最近马荣更成为推广文化旅游的KOL 在北京的这些大街小巷,漫长的历史为这里留下了很多故事 到处是浓厚的文化历史和北京味道 在这里,你可以感受到来自随和的快乐,随缘的幸福 新的一年,你要更加明白,世界上有很多事是你支配不了的 从这条介绍北京风土民情以及历史典故的短视频中 马荣身穿红色棉袄,行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,卖的就是情怀跟味道 拍得好不好就见仁见智了 不过马荣旗下视频的点击量都非常高,最高达几百万点击 分丝有数十万,点赞动辄也上十万 有不少品牌看中了马荣的高人气,甚至有人叫价五万元报酬,请马荣做植入 难怪马荣过得那么富贵了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